我叫谢贵文 从事文艺工作 今年58周岁 从更年期开始 决心以后 自己像气吹的一样 就胖起来了 没超过110过 后来突然间就148岁 整个这人就变了一个人 就我所有的衣服都穿不了了 像我找舞蹈 我面对的学生 都是身材特好 你这身材一对儿 就自己特别自卑 这才影响我的志业了 后来都得了抑郁症 就觉得晚上睡觉也不舒服 睡不着觉 我吃不了西药 一吃西药就过敏 后来我到这个医院 来看这个拉肚子 我才看见这个康复科 来 阿姨进来 好 来 进来 然后到那边去 然后我们做治疗 这个患者呢 当时来找我的时候呢 他呢 第一呢 就是膝关节有问题 爬着爬着楼梯呢 卡在那了 不动了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他的颈椎的问题 然后当时他的颈椎呢 就是头痛 头晕 然后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他心脏的问题 然后经常走路走路以后就喘了 然后就是心慌啊 憋闷啊 气短啊 乏力 然后甚至呢会出汗 你这个脾术这边有调锁 然后所以啊 你这个脾胃也不太好 是吧 对 然后如果是你这个 可能受凉啊 或劳累以后啊 你这个脾胃就比较虚 所以你吃东西呢 可能就会腹泻 是不是这样 吃西瓜 尤其是到了这个夏天啊 都不行 我就得喝热水 空调什么的也是 是吧 空调也不能吃 对 点眼线都不能吃 我们点这个血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抑制 胃酸 让它减少分泌 那这样的话 你就不会有饿的感觉 这样就达到了一个 抑制你食欲的一个作用 我没要求患者结实 我要求患者是均衡营养 眼界就是觉得 肚子里的来回的 那个气儿喘 然后马出早气 吃一下吃一下 这家特别好 一般都是九点多钟睡 第二天早上五点多钟 准醒 就是特别规律性 行 我看一下你舌头 行 还是稍微有点火 我们还得继续治疗 这个时代我扎了 针尖下的 你感觉疼已经扎下去了 进去以后 有一点胀胀的 尤其它要给你醒针 醒完了以后 当时是胀 但是醒完了以后很舒服的 我们所采用的这个方法呢 这就是联合疗法 那它主要针对的这个人群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说减肥无效 不管是你运动 还是单纯的这种 一种的疗法都无效的 第二个呢 就是腹部隆起 腹部肥胖的 第三个呢 就是产后肥胖 不会半烫的啊 放心啊 我下边都有垫片 开始呢 没觉得剪笨了 就觉得身材有了 后来呢 就在以礼拜之内就剪了五斤 完了等待过了几天呢 也就一个月 我一看越来越剪十斤了 就剪得非常快 剪了十几斤以后 又停止了一段时间 然后过一段时间又开始了 现在一共剪了二十多斤 对比较暖暖的 因为您这一块啊 比较的那个胖一些 所以呢 我用拔罐啊 然后把这两块的这种脂肪 促进它的一个分解 阿姨 起罐了啊 你两边的这个 紫的比较厉害 说明你的脂肪特别不好 你这个和这个 没什么颜色的变化 说明你这个韧脉啊 是比较痛的 下一步起针啊 我现在是一百二十多斤 我那时候是一百四十八斤 现在一共剪了二十多斤 肥胖减少之后 睡眠也好了 大便也通了 手脚也不冰凉了 全热了 自己衣服能穿了 这是一个最好的 而且现在你有腰了 你有腰穿衣服也漂亮了 我现在还在剪 我的目标是剪到一百一十斤 像这种肥胖的这种患者呢 我们一般呢 一个疗程是十次 然后呢 我们是三个疗程 每次的费用呢 就是一百二十块钱 一个疗程下来是三千六百块钱 这个疗程一般我们会持续到 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之间 都有关系后 我也要认有什么 疗程下来 都 enjoy